警方在北投逮到 拿鐵鏈鎖法官車的潘信嫌犯 他一臉鎮定 檢警甚至發現案外案 潘信男子家裡竟然眾有大麻 偵訊後移送士林體檢署 潘信男子不發異語 先來看現場狀況 為什麼要鎖輪胎 有什麼東西嗎 出不了解 潘信男子日前就常常在士林北投一帶鬧事 甚至有過兩次砸ATM的記錄 疑似案件纏身心聲不滿 隨機到士林地方法院 鎖裡面工作人員的車輛 當天罰警協助剪斷鐵鏈之後 被鎖車的法官才終於脫困 申訊過後男子被申請羈押 法官審理認為潘信男子涉犯強制 恐嚇還有妨害公務等罪 家裡栽種大麻 也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開庭之後裁定羈押 並且禁止接見通信